这一节我们会说的就是日清食品 你可以说是内需股 是明显的疫情受惠股 今天股价下午回来很明显 有个异动在这里越升越多 现在都升一成二的 八个一毫半 破顶的历史新高位置其实是八个二 事关中午就出了个盈起的消息 说去到六月底为止 中期方面的日历 按年升到三成 当然大家都知道是因为疫情 都带动那些即胜面的需求上升 无论是内地和香港的销售都是增加了 销售成本其实都做到是可以降低的 似乎这份盈起就都带给市场一些惊喜 同意的 最主要因为第一季的时候 就日清那个季积来说 就那个增长都是大概挨近10%左右 而看上半年的盈利可以做到30%的增长 其实第二季的增长可能是有五成多 所以这方面其实对市场来说是有一定的惊喜 加上其实近期来说市场对于 盈起股的敏感度也是比较高 因为始终在上半年来说 疫情受惠股是个焦点所在 亦都大家在找着这一类 没有受到疫情很大的影响 反而盈利增长动力还可以维持 那看到日清正正就是主要的 疫情受惠股之一 第二季那个似乎内地的复工 或者经济重启这方面 都是对它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就香港这边第二季疫情慢慢来说 受到控制大 近期来说也都有少少反复 都对这一类的即食面 但是疫情之后其实在线上的销售方面 其实都是有很好的表现 也是大幅增长 所以这里看到投资者 起码上半年的情况是相当不容易的 是的 尤其是因为第二季 那个增长的幅度是相当之大 其实戴摩就算了数 就是说其实第二季 那个按年收入可以增长到两成 那盈利增长差不多八成就好 比他们预计的 那就是说 和也都说到去年全年的顺利 那个幅度的金额 其实半年已经等于去年全年八成 那的而且确上半年业绩 就是叫做口标青 如果说可以参考完母公司的 就是它都同步出卖 去到六月底为止 那个三个月内地的营运数据 其实收入是可以升到差不多两成 经营日利升到成九成二的 就是摆回去这一只1475去看 其实很明显看到 好像说半年带动着 整份业绩 其实都主要是归功于中国市场 绝对是的 其实日清的故事都是说一个中国增长的一个故事 那今年来说更加是明显看到 它在一些高增值的高端一点的产品里面 其实都是做得不错的 那另一方面香港这边去年就不一样的 那今年其实受到疫情的帮助 其实香港这边都是做好的 那加上收入那方面也有比较明显的增长 过往来说都是说过位数的收入增长 那今年来说可能真的达到一个 双位数两成的增长 那这方面就对它那个规模 那个所谓杠杆的一个好处比较大的 因为它都是自动化的一个操作 那所以产量和成本那方面都 产量固然上升 那成本那方面也是可以控制得更加好的 那所以这里就都 市场可能觉得它的毛利率 可以稳定在三色流上 甚至有一定的改善 那虽然第一季的时候又略为受压 但是看到第二季的业绩那么好 相信上半年它的毛利率 其实都是不太差的 嗯 还有就是因为它高增值面的市场 都在大陆的市场都持续是有扩张 那加上还有就是就是香港我们这边 那第三季开始你看到7月份 疫情都开始再爆发了 其实大摩就说本地市场增长也是厉害的 那如果看盈起的资料 那其实是有限的 不过用大摩估计 其实第二季收入盈利增长计 盈利升幅是更加之大 就是反映它的毛利率应该都可以做得不错 那都是反映的一件事就是公司 就是那个铺牌 或者策略都做得不错的 那你怎样看完股价呢? 因为大成交配之下它破顶了 那没有铐货又没超买 是不是都继续看过一线呢? 如果你说从那个股价动力来看 就绝对是强的 那也是颇位了 历史新高 那上面也都是没阻力的了 那如果市场气氛还是强的 加上日清的品牌 始终都有个日价在那里的 还有那个内税的概念 所以就比较多的资金仍然都是追踪着它 不出奇的 所以你说现在发布一个形态 我相信跟往年一样 都是月底的时候 就会公布上半年的业绩 到时投资者就会去评估 到时本地方面的一些的 营运上的致印 还有特别第三季 或者下半年的情况 但是如果论到股价来说 我自己觉得股价开始已经是不便宜的了 所以一定要看回它业绩公布之后 下半年的致印的情况 还有疫情受控的状况 无论是内地和香港这些情况 因为始终疫情受控的话 其实它那个方面面的销售 会不会有一个这么强劲的增长呢? 那这里就反而是有一个疑慮在的 因为估值上面就已经是比较高 因为那时候都30倍左右的市盈率 所以变成转了一步上升的空间 未必是太大 主要都是靠动力和气氛 情绪去推动股价尋顶